踏入2024农年 小弟祝大家龍馬精神 龍鳳呈牆 龍藤撫躍 龍藥千里 龍年大吉 龍年發財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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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我們頻道增設了 付費會員 而付費會員裏面 會有些以前部分的影片 加設到會員區之外 還有很多未曝光的影片 或者我的個人筆記影片 在會員區公開給大家看 又會找師傅講一些大膽一點的題材 放在會員區裏面 等屬於會員的你們才可以欣賞到 基本會員只需要20元就可以收看 而你們的付出 將會為我們頻道帶來巨大的改變 有的資金之後 我們可以去更多不同的地方 找更多不同的師傅訪問給大家看 身為主持人的我 很感謝大家一路陪伴我的成長 多謝大家 嘩嘩嘩 我們開了自己的支付寶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拍得不錯的話 想留一個生存空間給我們 可以幫助我們 你一點點的贊助 就是我們大大的支持 多謝你們 大家好 我是馬仕布師傅 首先公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想說一下2024年 甲臣農年 其實我們的香港地運是怎樣的 大家都很關心 譬如說香港人最重要就是賺錢 生活過得好和開心 我在這裡提供三點 就是關於我們來的這一年 香港的地運走勢 第一點就是 其實甲臣這個年號 它有很多的含意 甲就是六十甲子裡的第一章 你當作是一本書的第一版 然後臣代表著圓滿的一個情況 兩樣的東西 其實代表著什麼 就是說 其實在2024年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很多新的東西出現 所以你會看到 為什麼我們在二三年尾 就是上一年尾的時候 為什麼會那麼多東西關門 倒閉 不做 不見了結業 其實就是因為 你沒有結完結這件事 就沒有開始這件事 所以其實在2024年 它會看到很多新的東西 就開始開幕 也都由於神這個字 代表著豐富的資源 所以我們也會看到很多不同的新的資源 或者可能一些循環作用的資源 也都會提供到一些就業機會 所以2024年其實是一種 你當作是萬象根新的感覺 這件事對於工作 不同的行業都是一件好事 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經常都說中壘抬頭 但其實在我去研究這個掛像的時候 我覺得它不僅僅是影響中壘 應該是普遍的女性都會抬頭 這個抬頭代表著它的權力 還有它的曝光率會增加 但與此同時壓力都會增加 你想想 本身是你在幕後可以很輕鬆 不需要面對人去做事 現在你很多隻眼都看著你 你的責任又多了 自然你就會覺得比較辛苦一些 所以整體來說 女士都會覺得心力交瘁 所以如果你的身邊 你的外人、家人、朋友 多些關心他們 另外第三件事就是 我們會看到經常說的 就是精神病的爆發 這件事就是 我會覺得它會很像一種傳染病的感覺 當然精神病是不會傳染的 但你看上去你會覺得好像傳染病一樣 譬如你有精神病 可能一個星期旁邊的那個 又跟著有一點點的跡象 所以這個身心靈的提升 除了說真的有靈修的人 可能是由現在這一刻開始 它會更加容易達到高的境界之外 亦都代表著 有些部份的人 他們的精神心理壓力會爆發 所以如果你是自己 你覺得我好辛苦了 這樣確實真的需要一些 專業的人士來幫幫你 我很建議大家就是 每一個星期都留一點時間去放鬆 你做些什麼都可以 總之令你開心放鬆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等到你已經開始有病了 不舒服了 你才去看醫生 這樣都可以的 醫療得比較辛苦 如果說一些靈氣騷擾 靈體騷擾 有時候他們去到某一個程度 他們會阻止你去接觸其他人幫助你 所以當你覺得有些不對勁 你真的要去找一些有能力的 師傅也好 怎樣都好 就去幫幫助你 這就是我們在說整體香港的情況 你說剛才有些事情好像虛無飄渺 可能好像不關我的事 但是有沒有一些很個人的事情 可以為自己開運做 我今天都選了三個方法 和大家分享 這些方法都是一些很便宜 很容易 你可以自己進行的方法 第一件事就是 我非常之建議大家 如果你的宗教 和你的宗教的意念沒有違背 我非常建議大家去拜祭土地公 土地公其實 你自己家裡的地主也可以 如果你有開光的話 或者每間廟宇都會有土地公 有福德正神 你都可以去拜祭祭 因為土地公其實 它是一個跟我們生活很緊貼的神明 很貼地的神明 而且它跟我們的距離很近 它很明白我們的處境 譬如說你跟御樂佛祖談 好像要談一些很高深的事情 你不知道說什麼好 但是如果你跟土地公 就好像平時朋友那樣 這樣我會覺得 現在大家譬如說 日常生活很多的問題要解決 或者很多擔心 我都覺得你們可以跟土地公傾訴 記住拜祭土地公的時候 千萬不要帶生口 還有如果是裝香 要裝五支香 還有酒水也是五杯 另外土地公偏外一些比較甜的食物 還有一些黏牙 譬如糯米糍 糖這些東西 都可以帶去拜祭祭 各大的廟宇都會有土地公 地主的排位 神位 第二個開運方法就是 我們今年的正西方 是很需要化殺的 你可以在家裡 譬如你在全屋的正中間 或者譬如你不是那麼方便 你就只是在你房間的正中間 拿回正西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用來化殺的 你可以放一些 譬如化殺的物件 譬如是九宮八卦圖的擺件 或者可能是一些銅製的物件 或者可能是一些銅製的物品 如果你不介意一些 比如比較像風水類型的 例如是葫蘆 一些的白玉銅錢 這些都可以放在正西位 因為正西位是我們今年 那麽多方案裡面最多 空險和最惡的 這個位置你起碼都化一化殺 如果這個位置 剛好是你的大門的話 這樣我就建議你 真是找一個 你相信一個師傅上來幫幫你 因為如果是大門的話 它的影響力很大 但在它未上來之前 可以放下我剛才建議的物品 另外第三件事就是食物 我一直在很多的影片 我都提過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吃少點牛肉 如果你戒得到 那就非常之好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牛在這麽多種動物裡面 在世世代代 它都是我們的同事 你想一下這麽多動物 它這麽多代 都是和我們一起工作 我們以前是農作的社會 一起耕田 這件事就是 如果你很想你的工作人員提升的話 我覺得 今年2024一個 就是萬象更新的一年 你考慮一下吃少點牛肉 甚至乎你有能力的 你可以戒掉它 因為這件事對你的人員 是很有幫助 我自己很多的客戶 當中做生意 他們很重視需要人員 其實他們很多都是吃牛肉 那這個心得小秘密 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今年 因為之前的衛生情況 或者可能經濟情況 大家一直都很擔心很多事情 但我想和你們說 2024是一個可以新開始和有新機會的一年 所以大家不用太灰心 這一年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